佛教认为孝顺父母最究竟的方法 就是帮助他们离苦得乐 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 基本上是可以和佛教的报恩思想相互回应的 佛教所众孝道的提倡 孝顺父母报答亲恩 是上报是从恩之一 反之是母是父 则是不通忏悔的忤逆大罪 我们佛教其实是非常重视 这个好孙的一个忠告 你看到我们 尤其菩萨解经就跟我们这样开始 就是说好名为解 那可以好孙父母 这可以进一步来供经 宿恩 报宿恩 那是这可以来 报答一切众生 因为这个好孙的心 我们去知道 要怎么去 感念 感恩 把人对我们的温情 佛教中认为孝顺父母最究竟的方法 就是让父母离苦得乐 脱离生死轮回 这个是最彻底出世间的孝顺方法 我们以佛陀的孝顺为例 可以清楚地知道 佛教孝顺的思想观念 是如何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中 史方新闻关闻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